好 連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台灣民眾非常非常關心 阿富汗的一個變天 在這個事情上面似乎看到了 我們跟美國太靠近的一個處境 阿富汗上面有沒有台灣的影子 這陣子討論得很熱烈 這張板子上有阿富汗 也有我們台灣 兩個有沒有連動關係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此刻阿富汗的一些最新進展 千千提要 不是這個ISIS-K 那麼在這個轟炸 機場之後 美國非常的憤怒要報仇 美國過去20年911之後 滿腦子想的都是報仇 整個阿富汗就是由報仇開始 開始了這場20年的戰爭 所以8月29號 美國火箭彈 但是打到了這個民宅 造成了一家九口亡死 亡死當中 包括6名無辜的孩童 年紀最小的只有2歲 美國有道歉嗎 美國說會讓恐怖分子 付出代價 這次空襲不是最後一次 但當然炮彈是不長眼睛的 也沒有辦法分辨 哪些是恐怖分子 哪些是孩童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無辜死傷的 難道都是必要的嗎 一向高喊著人權價值最重是兒童的美國 怎麼看呢 另一頭倒是科爾布爾機場 我們的爆炸案 那麼美國13名殉職的士兵 遺體回到美國 那麼拜登當然要到現場去迎接質疑 但是被媒體拍到他太掉以輕心了 他竟然在那個當下 人家遺體接出來 他低頭看手錶 什麼意思 怎麼那麼久啊 是不是 就是肢體語言 就是透露了他的不耐煩 透露了他的漫不經心 跟透露了他怎樣 這個若有所思 他心有旁誤 所以這一幕在美國罵翻了 大家想到底怎麼回事 你的副總統被問到這個事情 哈哈大笑 你13名美國士兵遺體回來 你還低頭看表 美國的總統跟副總統 到底怎麼回事了 對於這個美國呢 在這個克爾布爾機場 要這個復仇這件事情 炸死了平民 現在統治阿富汗的塔利班也很憤怒 塔利班說 現在這是阿富汗是我管 你不用再插手 你空襲已經叫做侵犯主權 當然現在的阿富汗非常的亂 有很多逃離潮 所以他的這個 現在擠兌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還有剛剛辮子妹 跟大家講的 最高領袖要現身 艾昆薩達是整個塔利班的 這個精神領袖 一號人物 過去從來沒有曝光 在他們的傳統當中 一號人物就是躲在幕後 運籌帷幄 神秘逆中五年 現在據說要曝光了 但是整個我們看到 8月31號已經倒數了 今天8月30號 明天最後一天 能不能夠順利的撤軍 很難說 主要是我們看到 當然這個西方臉孔的人 都撤光了 留下來的那些 可能隨時會被宰的是誰 不是貓貓狗狗 貓貓狗狗都已經先打包帶走了 像英國等等 貓狗很重要 貓狗確實很重要 但是很多留在阿富汗 當初阿富汗人幫美國 幫英國 幫法國那些西方人 賣命的那些人怎麼辦呢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美國 因為這個特種部隊的翻譯 叫麥奇 他當初就是一樣 美軍到哪裡 他到哪裡 出生入死 現在他帶著妻子跟兩個年幼的兒子 奔向機場 我留在這邊 我一定全家沒有活命的機會 結果不幸遭到槍擊 太太六歲的兒子腳步都中槍 他說在那一刻他腦袋想的是 在我為美國人做了這麼多事情 冒著生命危險之後 現在我的家人就是這個下場嗎 美國人要把我丟在這裡等死嗎 他們一個星期換了四次的住處 在兒子生日當天 終於趕上了末班機離開了阿富汗 他是幸運的例子 但是在阿富汗此刻 還有多少當初為美國 英國 為法國這些西方國家 賣命的阿富汗人 成千上萬留在這裡初步來 對不對 或者是說西方人根本無暇自顧 大難來時 我當然確保我的人跟我的貓狗先走 那些阿富汗人 怎麼會在我優生的撤離範圍呢 接下來這個要請教一下大使 很多人在阿富汗上看到了 我們台灣的影子 台海一直緊張 緊張了好幾年 又有新的緊張 8月27號之後 拜登上任之後 已經他的艦艇8度穿越台海 這次首度雙艦齊發 我們看到紀德號 從南往北經過台海 沒落由北往南經過台海 而且是不是刻意的 真的很近 你看到 配上這張照片也算是經典 是不是刻意的讓他們拍那麼近 上次雙艦經過台海是2019年的3月24號 當然大陸的反應很強烈 那麼大陸也出台了一個叫做海上交通安全法 所有進入領海之外的外國船隻 9月1號開始必須要通報 通報包括你的編號位置 出發點等等 目的地航程時間 當然這一來 所有像美國等等都開始叫 美國會屈服嗎 你怎麼看 對 這個我先講那個 先給大家投一下票 我們最後的時間 請問一下 美國雙艦通過台海 你覺得美國想幹嘛呢 大家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們上下標題 謝謝大使請 就是這個大陸的 所謂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規定的 進入領海的規定 這是我們蘋果日報報導 我也看了很仔細 它事實上不是所有艦艇 是五類艦艇 第一個就是潛在水底下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你船上帶有危險物品 你譬如說你有放射性物質 你有化學物品 你有這一些 會造成這些危險的 這種運載這種物品的船隻 你要進入到領海 大概有五種 都是有危險性物質在船上的 那你進入領海 你要先通報 那他也沒有說要核准 就是你要通報 那這個其實領海 在現在的國際海洋法工業裡面 是12海裏 也就是事實上你進入到 中國大陸的12海裏的時候 你如果船上有這些 他公告的這幾種危險物質 你要先通告 那這個是一種安全的 並不是真正軍事上的理由 我來看 那事實上領海 基本上是同國家的領土 那只是海洋法公約裡面 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各國的領海一般外國船隻 享有無害通過權 無害通過權 可是基本前面是無害 那有些國家 大概有40多個國家 就實行一種制度就是說 你進入我領海 雖然你實行無害通過權 你還是要報備 因為你要確定你是無害 你現在這五種船隻 他就認為你可能會有害 萬一你產生船難 或者是什麼事情 你造成海洋的污染 或者造成沿岸的污染 那他當然就認為是無害 所以事實上 照國際海洋法公約 現在有40個國家 我們的船 我們的領海公約也是一樣 我們定於就是說 尤其是軍事艦艇 進入我們中華民國領海的話 我們是屬於報備制 我們現在領海法相關的法律 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美軍 其實他現在 從拜登上任以後 大概每個月 通過一次我們台灣海峽 這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是不來台灣海峽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從川普開始 就開始走這個台灣 拜登是把他常態化 幾乎每個月通過一次 從這個基本上 其實台灣海峽 大部分地方都是公海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領海 只能到12海里 可是就是說 從國防安全上來講的話 事實上 中國大陸說 你以前都沒有做 為什麼現在這樣 那是增加了美國跟大陸之間的 這種安全跟軍事上面的 這種緊張 那也會影響我們台海 因為台海是我們的 離我們最近 那這個海域 其實這種升高 軍事緊張程度的行動 應該第一個會受到影響 是我們台灣 所以我是覺得民進黨政府 我覺得他們就是說 從自由時報 他們都很歡迎 對 當然 還認為很好 民進黨政府 這次總為了 、「今次行對兩位的 地盤 共和房子 都不可能 在你 人 保護 當 空 空 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